大家好 我是病毒学家百冠王 是病毒科学王国里头啊 最了解冠状病毒的人啦 2020年1月 地球上就出现一种 具有很强传染力的新型冠状病毒 短短的时间之内啊 在世界各地造成了很多人生病 甚至于死亡 引起国际之间的害怕恐慌 甚至于还封城锁国呢 就在人人自为之际 我奉命展开一连串的调查与研究 要摸清楚新型冠状病毒的底细 尤其在还没有研发出治疗的药物 以及预防性的疫苗之前啊 知词知笔提前部署 说到这个提前部署啊 你知道为什么在疫情蔓延的时候 要大家请洗手 戴口罩 甚至于要保持社交距离呢 这是因为感染到新型冠状病毒的人 会透过打喷嚏或者是咳嗽 喷飞出来的飞沫把病毒散播出去 旁边的人呢 如果靠得太近 就会不小心吸入而被感染了 或者是呢 触摸到被病人分泌物污染的物品之后啊 双手还没有清洗的情况之下 再去摸眼睛鼻子或者是嘴巴 就有可能被感染咯 因此啊 在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还没有发明之前 请洗手 戴口罩 这就是我们保护自己和保护他人的最佳方式 如果你还想知道其他新型冠状病毒的秘密 我们的调查报告已经出炉咯 你可以在里面找到你想知道的答案咯